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在上帝的智慧和恩典的里面 能够在这一个年里能够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 来扩展上帝的事工 我们在这时期我们见证了我们的堂会的教务领袖们 跟弟兄姐妹如何的同心 继续地在社区里面为主来做见证 并且也关怀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特别那些现在经济困境的当中 我很感恩看到圣感堂的教务和领袖们 能够这样的一致同心地来为着这个挑战 来拟出许多美好的计划 美好的安排 我要感谢圣感堂 当这个MCCY有这样的一个试验性的计划 就是能够让一百个人来参与崇拜 圣感堂毅然的愿意来参加 虽然需要付出许多的这个时间和一些的代价 但是我们晓得这样的一个试验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单是为自己 也可以为将来许多的堂会能够增加崇拜的人数 我盼望圣感堂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合一 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计划 也并且为着这样的一个试验来祷告 让我们看到最终有许多堂会 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主热的这个崇拜 愿上帝继续的来赐福圣感堂 愿圣感堂的弟兄姐妹能够在上帝的话语上 继续的扎根 更爱我们的主 也爱上帝所爱的人们 也让我们肩负起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 来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 愿上帝继续的施恩赐福于你们 并且恩高你们的教母和领袖们 来带领我们正教会来同心 来兴望主的福音 愿上帝的爱和大能来与你们来同在 这时候我要再一次的来恭贺 为你恭贺圣感堂 一个蒙福蒙恩 一个充满着庆赞 感恩赞美的二十周年 让这个庆典 上帝的名得到荣耀 祂的名被高举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